哲偉的Way to Safety 隨時隨地都知道避難場所的未知 好,那我打開這個 簡報的連接 又開,好,沒有問題 大家好,我是哲偉 那我這邊這個Way to Safety的想法蠻直觀的 就是把國家各種的避難場所 還有收容場所都把它建立 應該說把它整理出來 因為今天大概也查了一下 就是如果是談防災避難 就是以地震、水災等等的災害的因應的避難場所 消防署這邊是有公布全台的 避難收容處所的點位檔案 那它是用CSD的方式給經緯度 不過是蠻多有錯誤的 就是飄在海上啊 飄在對岸的 就是蠻多有錯誤的 一看大概就知道 那這邊 還會再想辦法到時候可能挑一些 錯誤的資料再回報給這個消防署 因為它是放在Open Data的Gov上面的平台 所以應該是可以直接用上面的回報的方式 那今天Denis也有提到說 大概五六年前就是NCDR NCDR是我們國家的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它其實也有釋出過一批資料 那當時應該是OSM的社群朋友 有把它匯入到OSM地圖裡面 所以也算是有機會去想看看要不要更新 因為現在有新的 那不過它的出錯的事情要先做 那其實這個部分就有些想像空間 因為一般來說 我們大概比較常被告知的 會是畫面上左邊這個 比較是一張PDF的畫面 那不管是村里 村子或者是里 林里的範圍 那會指認出一個避難地圖 那如果今天有GIS的檔案 應該就可以更容易 例如說現在這個里 我可能也不曉得現在這個里是什麼名字 所以我如果今天不知道里的名字 我其實是沒有辦法去查到 蘇山避難地圖的檔案 那如果透過GIS的方式 應該是就蠻容易的 那這是大概幾個縣市自己釋出的 那不過因為消防署的資料已經完整 那另外就是因為 我們也蠻多國際旅客這樣的一個請求 例如說台灣人去日本或韓國 所以想辦法把日本跟韓國的 類似這樣的避難資訊把它彙整 那初步目前查到 就是日本是有一個Safety Tips的APP 那他也期待國外旅客就裝這個 他會做推播跟就是避難場所 我自己還沒裝 所以也歡迎大家來裝看看 就是試看看 如果今天在真的旅遊情境裡面 你用這個APP有沒有什麼要調整的部分 好 那韓國的部分 是 目前是這個Cover Korea那邊的頻道 有分享說 他們也有一個查詢的網頁 那不過我初步用起來 就是說 你要也是要輸入很多的地理範圍 一個場所 所以 到底是不是這一個 還是哪一個比較近 就是沒有辦法用距離的方式來推 推薦給你 所以也有可能再來問看看 他們有沒有釋出開放資料 好 所以這部分就是針對防災的議題 所以我們的這個專案 基本上就用共筆的方式先匯整 那因為防空的部分之前 在那個國防部的動員署那邊 已經都釋出地理資料 所以我這邊就很快提一下 既然它釋出的地理資料 我們就有 我自己就有花一個散步的時間 去看一下這些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原則上就是 我從台北市有的中正經驗場捷運站 走到這個NPO Hub 那因為很多啦 我只有走九個 那我們看一下那九個長什麼 有一個就是南門市場 這個應該不錯 它剛蓋完啦 所以應該蠻堅固的 只是我沒有走下去地下室 那第二個這個 旁邊有一個很熱門的吃滷肉飯 但是它是說這個南門鮮花店 不過乍看我是看不到地下室在哪裡 那下一個是東北大餅 一樣我也是不曉得地下室在哪裡 門牌都是這些店家 那這個有個入口 你看看到有個LOGO 但是它這個是往二樓的 所以我也不曉得要去哪邊 往下避難 這也是一樣看不到地下入口 這個是可能正好有住戶把大門打開 所以我還看得到 可能就是這個地下室 所以一般的住宅也有可能 我如果不是當地的居民應該不能進去 那像這個就是假日沒有開的店家 所以就完全不會進去 所以還好就是有遇到一個 是管理員也知道它是BDN場所 所以他就跟我講了一下 這樣 好 所以這個我覺得有地理空間的資料之後 就可以就去走走看 包含防災的跟防空的 那包含這個日本跟韓國的 如果會你的 會那個語言的朋友也來 一起來參與 來謝謝 OK 我們感謝哲偉 好 我們下一個下一個下一個 下一個